adapter,对不对,这些都要有吧,是吧,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做,做一个完整的这个业务出来,今天就可以完成一个模块,是吧,我们就先把第一个这个user给做出来吧,对吧,activityuser,然后这个直接在这个上面复制改造就可以了, 对吧,我们先把布局给做出来,我们先新建一个布局, 这个布局呢,就 就直接叫user算了,对吧,然后里边用一个线性布局就可以了, 然后有这个线性布局,叫user,咱们那个叫man,manbody,letten,user,线性布局这个称吧,因为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界面,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listview吧,对吧,咱们放一个listview就可以了, id就有一些人,那个人一定不是有点文明 administratory,因为我们表示 Hamander, 一定固定了,就是要用这些 pieceea是的我们开始交易把这些策略运设计方式的uj Svenging, 当然我们プリ200kketter,我们就是要看看 pone Oops vuelta diz20k, 好,所以一些新建 stuff我很多ן也是一扇车都不是报道,对吧 ��给大家看起来也是他就这么些人丶 Krymente多的设计方式哈 看一下啊 高官这种 咱们因为先前定义了 有一个钢尸表 对吧 直接用就可以了 那就不是 对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 这个应该是 然后 咱们定义好了 有统一的 ListView的样式 代表ListView 是不是是这个吧 对吧 这个还没有 打上结束标题 这样的话 user布局就有了 然后要放 它的这个item 是吧 咱们再新建 一个样式表 这个样式表 叫user List Item 然后这个里边 继续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 线性布局吧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界面 嗯 这个应该 最好弄个相对 不许 这样左右的话 好 好不 能弄相对 不许 就这个吧 这边有两项嘛 咱们刚才看到了 对吧 应该一个是 一个是一个图片 是吧 MGV 这个到时候要复制 但这个要有ID 这个就叫 有的icon 投向图标 这个直接 把这个复制 这可能要经常用 我们直接开一个 直接开一个 记事本 算了 直接 还是直接复制 然后这个都 适应 然后我们 设一下它 具 具表格的 或者先不设这个 我们一会儿再看 它的这个效果 有一个头像 还要有一个 TagV 是不是 不然 ID 等于 TV 应该是 LutherName吧 这个机器 是不说 其他的我们 再设一个 让它拒到 这个右边 设一个 它的位置 在谁的右边 是不是 ID 在 哦 这个咱们定了 一个 定义的 标材 这个 i51 展现定义成这个样式 定义成这个样式之后 itom也有了 下部该做什么 是不是又该做一个adapter 对吧 按你们显示 这个adapter做起来就简单了 咱们先前都已经做过很多个 slider这个典型了 我们把它一拨 改个名字重新改改就可以了 对吧 slidermanual page 咱们这里就叫adapter adapter user 然后这里边就改造一下嘛 咱们这里边是两个嘛 for text还有个emis 是吧 就是用这个icon 但是用这个icon 然后有个tv的 username 是吧 传进来,这个就不从外面传了,这个咱们直接这样就可以了,咱们传进来康宁的,这个debt是咱们专门在这个里面用的,对不对? 咱们直接用那种方法吧,在这里,咱们不是,这里边不是有个set list设置表格这个方法吗?set list的吧,对不对? 现在有get list,还没有set list,咱们把这个也给封装进去,你们要设置有get list, 要设置有set,或者是我看一下啊,这个直接复了,是,是要用,因为你一开始盘的是个lunch,你想在这里边给它调用,是要用的 这个整个抖辑上的量js,没有设置有效应该 现在我们已经把仁虐所抓起来,没有设置有效应该 就是我平常的说明是一样的方法,这是我平常的方法 但是我如果对处,这是我平常的方法,那就是,你们不能够格,止 我快要换一下来,现在大家有看一下,你平常是一样的方法, 好,问题没有,我平常的方法是一样的方法是一样的方法, 确实想是一样的方法,最好,会得 wellness的方法, 然后再问问MLEASE 因为你在这里边 你想把那个业务获取LEASE的时候 封装到这个 封装到这个构造函数里边 对吧 所以因为他在调用这个构造函数之前 你是什么代码 应该是他这边是不允许其他代码 但是要求构造函数先的调用 我们的商量的部位 那么多多多很多 我会看到MLEASE 所以我会看到MLEASE 好多多多像 我会看到MLEASE 这边是用键制的那种 我会看到MLEASE 後悔 我們再來 有我們的 可悔 多 我們 現在 無敬佛 都 我 屆 一直 都有 我有 有 我们先把它给改造完吧 这个历史在评教我们直接给获取一关 这时候获取发现有一个什么问题了没有 因为咱们这里边的这个操作用户是允许删除的吧 对吧 但是咱们又是这个逻辑删除 所以你获取的时候肯定要把那个状态为 零的给去除掉吧 对不对 咱们看咱们那个状态 零是失效嘛 对不对 咱们获取的时候应该只获取状态为一的吧 对不对 咱们不能用那个get 不能用这个里边的这个 直接获取是不是 咱们这时候又要再封装一个方法了 获取没有被删除了这个用户 对不对 咱们获取呢 这里边我就不直接敲了 我就把那个方法直接给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获取没有被隐藏的这个这个用户 我直接给复制过来 找一下 是这个吧 我直接把这个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很容易看懂 对不对 就这么一个方法了 我再改一下 对吧 状态为状态唯一的这种 对不对 获取没有被隐藏的这个用户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直接调这个方法 是不是 调完了就获取了这个list 然后把这个setlist给它传进去 对不对 这边应该是public 对吧 应该是public 这个还是不允许 还是比较传这种 对不对 等一会 Å 等一会儿 然后这里边稍微改造一下就能用了吧 TVusername 咱们那个应该是TVusername 然后还要有这个获取头线 获取头像 A点 ID.iv 和Jil's icon 然后把它给强制转换成这个 然后这里边 直接复制回来 这个获取的应该是这个 这个获取出来应该是model user吧 对吧 这个也是model user 这个直接就叫 infer算了 然后这个 把它就切换掉 get 就是name吧 对吧 这个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图标没有 那个动态的变化 我们直接就设置 都是统一一个图标就可以了 当然了我们要是呃 现在看它没有变化嘛 其实我们直接写字在那个呃 配置文件里边也行 对吧 这个无所谓 根据咱们自己实际情况 对吧 现在看起来 它没有变化 很有可能以后 就添加 不同用户有不同头像显示的这个需求 对吧 所以这里边我们就直接写进去 用程序代码写进去 这样看的话 这个adaptor也封好了吧 然后该做什么改造了 呃 回到这里啊 回到这里啊 该把这个 那个tility user 改造一下了吧 对吧 这就不能是grade view了 这应该是 list view 是吧 这个list view 叫user list 啊 在这里边咱们的adaptor也要改了 叫adaptor user 是吧 adaptor user 布局这边来改一下 布局是user 对吧 所以说 你现在有没有发现 你这个代码 你把它标准化 结构化之后 你改起来也特别的方便 对不对 在甚至 你如果弄到有些功能非常相似的 你直接做一个批量的替换就可以了吧 批量字符替什么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 当你一些基础的底层的结构封装好之后 你就会发现你写到最后你的程序会越写越快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这个后边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 只要这些基础的架构你都把它封装好完成 对吧 对吧 这些都是直接替换就可以了 对吧 这些都是直接替换就可以了 对吧 这些都是直接替换就可以了 对吧 事件 咱们先不初始化他的这个事件吧 咱们